第二十题 存物质与混合物主要的区别原则是什么 为下列合者 我们讲的存物质就是只有一种物质 它的组成固定所以性质也固定 混合物是由两种以上的物质 没有一定的比例相互混杂在一块 所以它并没有一定的性质 所以选项A 存物质有一定的特性 混合物的性质随成分比例而已 这个是对的 选项B 存物质为无色或白色 混合物的颜色则不一定 存物质不一定是无色或白色 有水硫酸酮是蓝色的 可是它是存物质 所以选项B是错的 存物质的组成均匀 混合物则不均匀 存物质组成均匀大概可以算对 但是容易是均匀的混合物 它的组成是均匀的 所以混合物则不均匀是错的 珠存物质的颗粒小 混合物的颗粒大 这当然也是错的 存物质可以很大颗 很大块的铁 很大块的黄金 这是存物质 可是它颗粒并不小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只有选项A是对的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存物质与混合物主要的区分原则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存物质有一定的特性 混合物的性质随成分比例而已 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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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